油箱裡怎麼會有食用油呢? 我懷疑是這個家族站用拉食用油的油管吃 我已經清洗了,他就直接裝汽油了 喂,不是阿娘,真的可以給人吃嗎? 雷蛇,現在都已經吃了很久了 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昨天晚上爆料中國國營企業中廚糧使用器材 沒有混裝食用油的新京報記者韓福濤的微博被清空了 而系統卻顯示是該用戶自行關閉的 而韓福景他本人在2016年曾經握底 雲南黑心仲介剝削同工 2020年更曝光了安徽醫院詐騙事件 2021年臥底網紅餐廳發現了黑心食品 而他現在臥底追查了中國國家企業中廚糧 所以我們可以發現16年到21年 他都是針對民間人士或者是當地醫院黨委書記 那種比較沉積比較低的去做曝光以及調查 自然不會有被消失或是被指令 你自己關閉吧,對吧 你把這件事情吵這麼大 我把你給清空了 我把你給封號了 到時候又弱的網民口石 那不如現在給你一個機會 你自己關 可能下場會比較好一點 我們默然回首可以發現 雖然《新京報》在2013年、2015年、2017年 乃至2020年、23年都有報導中廚糧的破事 但那不是《新京報》自己臥底去調查的 而聖上在12年剛上台 他也要處理一些國際軍界裡面的前任班底 對吧 那我們怎麼看證據呢? 我們可以看到這篇 習近平在2013年底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指出 我們黨在中國執政 要是兩個食品安全都做不好的話 還長期做不好的話 那就有人會提出你夠不夠格的問題 所以食品安全的問題必須引起高度關注 下最大力氣去抓好 這句話是不是格外的諷刺跟打臉至極 你現在在做什麼? 你當初在講什麼? 所以這很簡單嘛 我當初要把這批人鬥倒換我的人馬進去 而我的人馬上任之後繼續做他們以前做的事 大家都在貪只是貪的人不一樣 我們還可以發現2014年的兩會前 中國媒體又把習近平13年底講的話報道了一次 韓府警這次明明就知道這個臥底曝光的事啊 比起以往是非同小可 那為什麼他還去碰呢? 我前天的這支影片也說啦 這就是石油邦跟習派的黨內鬥爭 中國各大新聞媒體雖然也有報導 因為這種事情是全國性的 要報導一下嘛 但我之後會漸漸的降熱度壓熱搜 回到腎上的掌控之中 除非你鬥倒了 當初央視跟微博也是有非常多的報導 但現在都漸漸降熱度啦 封鎖關鍵詞條啦 跟這個八海鐵列女堂山是一樣的對吧 其實這也不難理解 89年的時候 連人民日報都曾經站出來 跟學生一起看一鄧小平那幫人 結果到後來人民日報還不是被鄧小平他們反控制住了 變成鄧小平的船身頭 反過來在批判那些上街的學生是暴徒 所以你可以發現立場他可以隨時轉變 但派系跟派系之間是不會變的 中國曾經有一個段子是什麼呢 有三個人在監獄 第一個人就說我是反對薄熙來而入獄的 第二個說我是支持薄熙來而入獄的 第三位就說 嗨 瞎說什麼呢 我就是薄熙來啊 所以今天呢 要你反日你就反日 今天要你別反日 你就大戰中日友好 態度可以變 路線可以變 但是派系與派系之間的鬥爭是不會變的 鄧小平跟毛澤東之間對比 好像鄧小平是進步派 鄧小平跟趙紫陽那邊對比 趙紫陽那邊進步派 所以這是一個對比路線隨時可以換 雖然韓福濤成為反習而消失的一顆棋子 但他也讓中國人民得知了自己的處境 原來是比想像中的還糟糕 而微博也開始洗地啦 把台灣進口日本實用油 檢測出致癌物質的消息啊 推上熱搜了第三 結果被一堆中國網友打臉 不得不開啟精選評論 而在開啟精選評論前 已經有暖心的網友幫大家截圖留言了 我們來看看中共是怎麼狠狠的被打臉吧 給中廚梁開始洗白了 別人的油不好 這裡的油吃死了也沒關係 你真的好邏輯啊 人家的銷毀了 我們的不合格能號召銷毀跟賠償嗎 哈又開始轉移視線了嗎 外國的食物是好是壞 也不妨礙金融與其他企業混合使用油罐車的事實 每次一有事就要給我們演 人家的也不砸地 你們該知足吧 台灣的部門檢測出來 那我們有檢測出什麼東西嗎 乾坤大挪移 還好我一直抵制 還是沒有的好啊 國家會出手 沒想到是這樣出售的 哈哈 你們又開始綜合了 開始了國家出手了 好一個乾坤大挪移 別人還知道退貨我們是 真香真棒 非常軟心對吧 而裡面還有一個更大的核心問題 這就是中共的心態 他把台灣看作是一個獨立的國家 今天不可能中國的國營企業出問題 然後你熱搜突然推一個 你看喔 河南進口這個外國食品也出現了問題 這沒有道理啊 因為河南 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 你抢河南 也等於讓自己的國營企業的事件雪上加霜 那為什麼可以講台灣 因為即便是小粉紅 你們都心智肚明 台灣現在不是你們控制的 所以你們可以盡情的黑 不是嗎 雖然微博上心都說日本的油有問題 但是一堆中國民眾 用身體去實踐了 定光了 所有日本的油 這是不是更打臉了呢 你說日本的油有致癌物 日本核廢水 結果一堆人去日本旅遊 一堆人去買日本的油 還下訂單 嚇到斷後 甚至還有另外一批民眾啊 上網購買 檢測油的試劑 哎呀 有沒有一種每天都要做核酸的集市感 好悲哀 如果生活在一個國家 你連吃的油都要拿試劑去試 安不安全 我的天啊 你們那個水要試啊 說不定是水培車再來的啊 自動炸油機呢 這幾天啊 在中國的網路上也是熱銷啊 對吧 有些人覺得每個月都要買進口油 也是不便宜的啊 但我又不相信國產 那我乾脆買炸油機自己煉油吧 有沒有暖心 以後啊 中國人民都食相全能了 以後啊 這個聖上一號召 各位同志們 為了響應習近平主席號召 實現中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以家庭為單位 實踐煉油公社 中國食用油超音感美 指日可待 而我們繼續邀請一些台灣網紅啊 歐美網紅啊 來喝油吃美食吧 然後再嗶嗶那些 1450被民進黨洗腦了 中國美食啊 博大精深 非常的下飯 接下來 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下這段 2017年台灣節目邀請的來賓講話 當時啊 這段講話被廣傳回中國 被小粉紅給取笑 啊你們台灣人都是這樣看我們的哦 哈哈哈哈哈 欸你們現在笑的出來嗎 哈哈哈哈哈 還有小粉哦 在洗地說什麼呢 若不是洋人發明油貫車 那在中國 根本就不會有這次的危機 你講聲笑吧 你乾脆說啊 當初 若不是女蛙造人 秦始皇統一六國 根本就不會有這次危機耶 當然啊 我不排除 這是反串 在現代科技越來越發達 而反抗極權國家的成本 越來越高的情況之下 除非你有槍桿子 當地軍法 願意開第一槍 否則根本是徒勞無功 根本不可能實現退翻 而就是在這樣的一個國家啊 你的體制 或是你的紀律 敗壞到一定的程度啊 那你乾脆就不要反對他啦 你反而是越鼓勵他 坐下去 加速全世界討厭你 加速你倒台的機會 所以說不定我們在網路上看到的小粉 有一半都是反賊啦 而這條影片啊 在B站上 也將近150萬的瀏覽次數 結果也被下架了 油罐車的跟車查詢也被下架了 而在十幾年前啊 在中國主持人金星的節目上 有一段討論中國實案的對話 如今啊被網友給翻出來 現在看看啊 格外諷刺 那我們那個安檢部門是幹什麼 檢疫部門是幹什麼 所以我的這個對策子很很簡單的 第一個 讓所有政府官員 別吃的跟我們吃一樣的東西 一般的另外一個特工 這個永遠受不到 他要吃啊 吃啊 有點難的 你看啊 你現在我們現在政府包了幾百毛季 在那中央自己吃的 他沒有 我們政府官員 他會刻不出來跟我們一樣的 啊 他是個很安全 我們還能安全嗎 我們不安全他還能管嗎 他沒有 對 對吧 這是你 第二個對策 你如果你是市長 你那兒除了地狗 除了這些東西 立馬下台 沒什麼說的 你說十幾二十年前 那中國民間企業 甚至現在的民間企業 使用一些黑心食品啊 使用一些科技很活啊 退萬不說 那就算 數大必有枯枝 你不可能一千家 一千家都合法吧 總會有那幾家 違規 人類社會不可能把所有 惡心事業降為零 沒有一個國家做得到 但你們不覺得 越來越誇張了嗎 今天出爆的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營運的企業 他能跟民間企業是一樣的嗎 我覺得有一個也是很荒唐 有網友整理出 2012年 2022年 2023年啊 有十幾位 為了洗油罐車 而S的人 洗油罐車可以洗到S 我 不知道要怎麼 評價了 你看還有網友說 美帝沒有給我們吃三聚情安 沒有給我們吃地溝油 沒有給我們吃蘇丹洪 這蘇丹洪在西元2005年 還是2008年 那個時候還蠻紅的 這個中儲良獨有 美帝更沒有偷我們孩子的午餐費 這個我大概上個禮拜講過嘛 中國好多地方農村縣市啊 挪用營養午餐去還貸款 對吧 你讓我們恨美帝 但我找不到恨美帝的理由 但我倒覺得你們更可恨 其實我可以幫你們找到恨美帝的理由 你也知道 國家跟國家的人跟人是互相比較出來 你才知道 你到底幸不幸福 美國人就是擺在旁邊 赤裸裸的挑釁你們嘛 所以啊 我們要讓台灣人讓日本人 讓美國人過得跟我們一樣慘 那我們心裡就暢快了 有一段更好笑的 國拼大師張廚師說啊 成都當地的肉不能吃 我們都吃空運來的肉 結果現在 這個貼文啊 又被網友給翻出來 中國國營企業中儲良 他建議說什麼呢 媒體的過度監督只會讓央器連年虧損 這本來就是雞毛蒜皮的事情 被媒體惡意傳播 我覺得很簡單啊 你取消中國造家人的特供食品 就是中國底層人民 中國一般人民吃什麼 你跟著吃什麼 你自己吃的特供 子女在歐美 錢在瑞士 在美國 然後你說要大家愛黨愛國 要大家不要過度的曝光 不要過度的關注 我們吃著特供食品 你們吃著煤礦油 你們喝著水 別喝著水 還有小粉紅說什麼呢 媒體集體裝飾不傳731的新聞 刀刃維歐油罐車事件 倒是很會 唉 你自己也是吃這個煤礦油的人 你在講什麼東西 今天如果你是吃著特供的 那我覺得你說這個話 倒還有立場 但如果你今天不是 你還跳出來護航 我就覺得你好可悲 你真的非常可悲 你好 這也是我 用我這個車 只要我一打火 他就一股熱油嗆鍋味 就跟炒菜似的 你的車會炒菜 我回憶是我的油箱在炒菜 所以我就把我的車就開到了醫院 就給我的油箱 拍了個X光 做了這個CP 一通說我的油箱裡有七八斤實用油 油箱裡怎麼會有實用油呢 我回憶是那個加油站 用拉實用油的油罐車 未經清洗 他就直接裝汽油了 那他使用油摻到了汽油裡 又加到我的油箱裡 所以我一打火 他就炒菜 這是什麼 這是保留袋 醫生說機嫌太多了嗎 如果再不抽出來的話吃就點爆肝 那你向加油站反應了嗎 我投訴了 他們說我是故意抹黑 讓我拿出證據 那我就拿我這個抽出來的這個食用油 我就要發現了 確實是食用油 還是調和的 結果他們就還是回來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食用油裡還餐有煤油 他們說我是投訴不準確 是惡意的 你是怎麼投訴的 我說你們這個汽油裡餐有食用油 他們說這不足為食用油 因為這個食用油裡餐有煤油 人根本不能吃 人不能吃 那就不能帶這個食用油 所以他們餐的就不是食用油 食用油裡面怎麼還會差點沒有呢 這我也不知道 反正他們說 只要我能證明食用油裡餐了沒有 也可以給人吃 那他們就承認他們的汽油裡餐的是食用油 這不是證明 這不是難為人嗎 以前那麼好證明 現在可以證明了 前幾天不是有新聞嗎 都話 說食用油裡餐了沒有 真的可以給人吃 我就用這個去證明 那真的能吃嗎 我自己關家了 真的可以吃 不信的話 我再質疑你一遍 喂不是安家 真的可以給人吃嗎 那不會拉肚子什麼的嗎 今天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不喜歡記得 一定要把我放手 我是吧 下集團拜 大家快來和矮過能量又 九十二九十五九十八妹妹拆又統統抖又 我們都是貶性警港 逼泰灣人妞皮